Hello 大家好啊 欢迎来到折磨僵尸系列 左右为难的搏击手僵尸能否逃出生天呢 老大直接跑路了呀 搞错了搞错了 忘记更换阵容了 哪里 搞错了 再来 好家伙 这是前文之间的对决吗 不愧是有36年打沙包经验的搏击手 都被打成那啥了 搏击手僵尸圈投出来了 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呢 老大你这也太狠了吧 现在是攻击范围100的美须腾 以及4倍血量的搏击手 这样好像也不是很高揍 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是全屏的美须腾呢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这也太吓人了吧 不过好像没用了 只有中间的才能打到搏击手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 哪个搏击手能逃出来呢 这还逃得出来呀 不被秒杀就不错了 又忘记调生命局了 正常搏击手的血量是1800 调生四倍之后是7200 这一下子会被秒杀了吧 同样是搏击手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上面的都已经要反上美须腾了 而下面的 这个就叫同将不同命 再来一个扛揍的僵尸试试 黑暗骑士僵尸 先是正常的生命值 这样的盔甲也逃不过被秒的命运 也不算被秒杀吧 挺扛揍的 现在是四倍生命值的黑暗骑士僵尸 突然有点小期待呢 谁能逃出来呢 最有希望的是第二排和第四排的僵尸 其他的还在原地踏步 果然呢 他们两个先跑了 罗大 你知道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是什么吗 嗯 就是这样 明明马上就要成功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橄榄球技师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应该都可以成功吧 那则不一定哦 我要赚钱赚钱赚钱给你买榴莲 你说真棒真棒真棒 别的僵尸都在往前跑 他们怎么还后退哦 以退为进 机制 好吧 这也是一种逃跑的方式 我要赚钱赚钱赚钱给你买榴莲 说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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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一半 给你买榴莲 带她 感谢观看